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谢谢大家,诶,可以看到呢,左上角,路上,同格验证,难度天王,然后呢,这里是一个乱世英雄,啊,这个乱世英雄的话呢,这里是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这个妹子,萌妹子,桃子,然后的话呢,先介绍一下这个左下角,不然的大神,爱丁呢,是这个深邃眼眸,啊,依然呢,是这位熟悉的大神,他打这个乱世英雄这个武将呢,绝对是不是,啊, 非常的赛,啊,已经看到了好多视频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辈子的话呢,我感觉要多方便多方,啊,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还是跑路的姿势,还是休息的时候,啊,自己给自己加油,啊,包括他这个走路,一蹦三跳,啊,一蹦三跳,而且呢,这个打击的声音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尤其的话呢,他这个组合拳里呢,还有一招应该是这个,啊,小拳拳捶你胸口,啊,应该是这么一招,OK,那么这里咱们继续啊,这里是对着马王呢,就来了一套什么连招,我们来看街, A3下,蹲打,A4下,接了一个托马斯圈圈,啊,这边让我看懂了,哎呦,这里被马王圈圈了,再蹲打,在A4下,接了一个AB,他这个托马斯圈圈是AB啊,水上,然后的话呢,本游戏有一个小特色呢,他不报加血,啊,不报加血,他只是呢,这个,靠你升级的时候呢,把血去满,你看这里升级,然后呢,血就加满了, 之后的话呢,怪物呢,纸包道具,啊,然后呢,所有道具里边呢,他还不捡援军令,啊,这位大神的话,嗯 那没事,捡完他不用,啊,捡完他不用,咱这里继续啊,咱这里继续,这里一个梦幽,打一套这个,四下拳,三个刀狗角,然后又来三个刀狗角,这是无限连吗,哎,这里是打了四一了,那我懂了,这里的话呢,三个刀狗角是一招,这是一招,这是两招, 这是三招,这是四招,啊,大概是这样吧,啊,咱不去管了,主要看这个连段,他这个桃子呢,最后这个必杀还很有意思啊,最后一个必杀的话呢,还是这个,啊,拳皇里边著名主角,是吧,那个这个超必杀,这里继续,四段科,挑起来,一个超杀,啊,一个大蛇,T,啊,直接呢,就是,给他争气飞了,啊,伤害也非常的高啊,你可以看到这一招连招的伤害呢,也是黑贼了,下来, 你烧,啊,这里没烧着,这里的话呢,是上下这个歪招卡对的,太,太歪了,然后导致了这个,这个,呃,攻击范围不太高,不太远的,这个必杀了,没有烧到,哎,这里,无限连,不好吧,放得下来吧,妹子,哎,差不多了,差不多放得下来吧,远距链被捡了,被捡了,哎,捡一个多了,他这里应该是马王防一个左磁吧,感觉应该是这样一个操作, OK,这里呢,曹张登场,第三个曹张,你看这个妹子走到的,则是要想起的凶天牵,凶天牵能跟他抗衡,这里的话呢,这个曹张呢,第二次攻击呢,是防不住的,包括这个风云带起,风云带起,是特别的典型,曹张呢,第一次能防,第二次能防,第二次能防,风云带起里呢,有好多这样的招式,这个游戏的话呢,应该是改造风云带起的,啊,就是怎么了,曹张做错了什么, 这里的话呢,自己打一个破招,自己再接一个招,这样不好吧,从那个大蛇,你看,用大蛇的招呢,收一个四一,然后呢,刚好这个,算是一个这个,飞行道具破招,哦,他这里居然还有圣楼,这不就是女版草丁吗,我这也是没谁了,女版的小草妹子,OK,应该这个跑起来的一个姿势,还有意思吧,而且呢,是不是,还够笑,啊,咱们这里一去,再来,接着翻, 收一个B杀,那他也能无限连吗,哎,果然,那这个火的话呢,只要是能打两段,那就可以无限连的,咱们这无敌了,两段,AB跳起来,啊,这不是AB,这直接是一个平挑,再挑,再拉一个钻,去上去,往下扣,一个B杀,AB去连招,我的天,一套直接秒杀了这个女蒙,50连,说50连,没啥就差一下,这样不好吧, 然后又捡了女蒙的缘缘,他不是不用缘缘缘吗,怎么全给捡上了呢,OK,咱们慢慢看,这里的话呢,是一个这个,硬汉虚楚,啊,因为呢,他这个虚楚的话呢,皮肤之这个颜色,他有霸体效果,这里是没连上,让虚楚出一招,累积了吧,居然没累积,再来,再来,再来,钻起来,哎,这虚楚不让钻,打了一个追地,虚楚装不起来,反反现各位,这里,在这里对吗,热火, 继续打,AB起招,这虚楚的话呢,不能用平A起,平A起的话呢,他就触发这个硬汉的效果了,再追地,追地四条,多马斯全学,哎,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有一招打错了,应该一样,AB起招,再见,这里呢,就期待下一关,下一关把血回满了,上一级就回满了,然后,哎,虚楚里给个半选数还不错, 这个关键时刻呢,可以用,好,那保一面,看看这位置,两个小手这样一,哎呦,诸葛亮怎么绿了呢,你怎么了,这里的话呢,是碰到了一个这个,暴剑诸葛吧,但是他手里拿的还不是暴剑,怎么绿的呢,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的话呢,完留,当这个必杀能续上连断的时候呢,那诸葛可能要死一非命了,来看,去一个必杀,破一个招,破个C之后继续攻击, 这个人物太强了,这个人物感觉,感觉就是个单挑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发现啊,单挑的话呢,只要这个火必杀烧二连的话呢,就能去一个无限连,果然,他诸葛亮这里呢,是,包了一把绿剑,一块五一条,草石之后不涨价,来到了这个黄盖,黄盖这里呢,直接AB起,打连断,打到角落,你看这个单挑王,真的不是浪腿虚明,然后再来扣下来,两段,哎,这里是一段,也是一个两段大蛇,黄盖这是什么招啊, 完全身法,装个一个大蛇,继续来,你看啊,他每次的连招呢,都是上一线,应该这个B杀的话呢,上一线,他能烧二连,又不是,上二连,打一个追地,再来一次,扣,B杀,这是B杀没,没划出来,哎,他这个我才注意啊,这个B杀也不没气啊,这位置黄盖钻过来,直接就被打不住了,就说擦,再钻,再B杀,看来黄盖烧不了二连,前面的铝蒙, 不能烧二连,然后徐楚不能烧,这个Boss烧不了二连,好奇怪,哎,这里是打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链招,打了一个空中的一个网,还扣的一个劈腿,他这个人物是不是金鸭盘跟草鸡形的结合体啊,感觉结合得不错,这里的话呢,小道具已经,哎呀,干嘛呀,冷静冷静没,走,哎,草培登场,直接坐汤,撕下拳, 侧敌倒高,旋转起飞,烧两下有没有,看兄弟你死了,这一波的话呢,应该是一波这个53连,我猜啊,猜猜应该是一波53连,打下这个小草,再来,八六,彻底下不来了,再一个钻,哎呦,失误了,说好的53连呢,这里的话呢,难得一次啊,见这个大神连招失误啊,真的是少见, 我看过他这么多的视频,做过这么多的视频,连招失误,真的是屈指可数,真的是屈指可数,最后的话呢,再打一套连招,加一加分,啊,他应该是知道多少分升级,所以说的话呢,先把这个等级,先把这个分数呢,打一个大概升级的分数,这里咋了好多好多的道具,一会儿可以打这个道具过招了,最后一关的Boss呢,是曹操,曹操,应该是曹操跟这个孙城二选一吧,曹操天空龙,二选一,这里是方左打,因为右边没有墙,左边这里呢,有一口 好强,这个体型应该都烧一个二连了吧,行了,再见了,一代小熊就此火化,五十三连啊,对,看好了,五十三连,走你,跳起来,做完一波,走你,烧,又失误了,打一个AB起招,那种五十三连又没了,你看,要不然是五十三连,这波十三连打死,哎,看看招,要不是五十三,十三加四十是四十十五的,对于雪了, 可量的这个掌握,太精准了,自己都陶醉了,现在的话呢,六个飞碟,九个秀,九个秀剑,七八个金珠,五六个这个都标渡器,来到了第二轮,第二轮的话呢,双Boss,这是这个陆迅去了,这是这个吴国,吴国的这个,两个举足轻重的这个武器啊,这里呢,对着陆迅先来一套,举足轻重哥们,你不管他吗,哎,这吕蒙,你跟我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玩的,吕蒙跟我玩的时候,你不到你们看盘了多呀,这吕蒙跟我玩的时候呢,一旦这个我一起招,他必招小人, 啊,这小人要给我招的,哪才剑呢,给我可剑好了,但是这里的话呢,对于这个大神,他是丑了,哎呀,这个防御很漂亮,他这个防御之后呢,用这个小胸扑往前顶啊,不大啊,但是呢,是不是他顶过去了,啊,直接就出牌,对,啊,对,能不能要,要不起,对B啊,没有对,那就对A吧,OK,这里咱们继续,继续对着这个吕蒙输出,啊,这个吕蒙的话呢,前半是被一套联死了,相信这里的话呢,他也跑不了,啊,这个位置不好, 这位置不好,清楚起招吗,就选择清楚起,选择直接平滴起,没跳起来,走一个位,就可以了,这招的话呢,要起招了,挑,踢,挑,踢,挑起来,这位置烧不了了,绝对的,啊,严重的位置,虽然是我没玩过,但是呢,看了一轮之后呢,能看出那个烧,啊,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定, 这里想打一个方法,没打到,直接圆地起,这里可能连烧都用不上的就死了,一个钻,带走,下来个气,哎哟,边吃火化,这里呢,借着最后一种火化呢,升到了15级,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雪槽,雪槽再次压满,下关的双夏侯,夏侯哥俩,调了一个飞碟,准备是飞碟,对其中一人起手了,应该要先打这个夏侯,冤吧, 先看着这个优先兵打,这里要是跑位,暴露BCD,龟派气功,哇,哇好,偷这招了没有,你看他这个挺可爱的,啊,都跟,啊,搞定,连续了,都跟他打残了夏侯渊,一个飞碟,这里居然跟飞碟,把这个夏侯渊打死,他龟派气功也太强了吧,然后这里继续,四下A,再往右, 哎,这边往右上,失误,再来,防御,没防住,直接起招,再挑,再挑,穿上去应该就死了,嘟嘟嘟嘟嘟嘟,哎,这里是打一个扣,一个穿,再见,四一累积了,好吧,四一打完了,四一累积了,想给他个火化吗,他做错了什么,你打他,你打他兄弟头都没还手,你就这么,哎,他把他气踩了,好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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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南面里继续, 继续,这关呢,是双傻子,双傻子登场,先卡住其中一个,你看这个走位没有任何问题啊,踏住一个之后呢,继续,对着这个梦获输出,看一看,起来,扣下来,被接上,等其中一个人出招,把这个梦游卡住,梦游没卡住,想主动找这个梦获的马路里开个AB,打一个防法,很漂亮,继续的一个虚招,梦游应该是笑了,跳一下, 哎,这桃子居然还儿端跳,真桃啊,这里的网游攻击,梦游很可能过不来,很可能过不来,转一圈,打蛇,一个一连,不要紧,把梦游引到右边,受这个梦获,龟排气功吗,这里的话呢,是用了一个气爆气,打了两个龟排气功,继续连续的跳躲,哎,你看,大张嘴就是好啊,大张嘴连这个车子撞不着,这里面打一个安全招, 你看,杀招的精通是吧,小安全招给你一压,然后继续,转起来,一个大蛇烧死,再见 OK,然后呢,防一下,没防住,往右挑,漂亮,这个爽号就漂亮 起,钻,大蛇,烧不了二连,哎哟,这里还失误了,这个大蛇 没事啊,小鱼套就带走了,私下一起,连续的挑 撞,起飞,哎,这里没有,哎,这 这是打了什么样的一个连招啊,也没破招啊,怎么感觉打了好多招的样子呢,没他赶走啊 哎呦,太揍了,搞定,那么什么都不忘,现在只能等着这个,升级,靠这个升级 哎,他自己庆祝上了,看看这位,这个妹子多可爱,这里面是吕布,调了一个土雷,随便用一个土雷,你看他这个扔道具啊,就跟这个发布格似的啊,东登,东登,好吧 好吧,那个,那个小三,打我老公,你个狐狸精,吊蚕这里不乐意了,然后的话呢,他老王去了,该,该丢一个道具了,活啊 终于丢了个气者道具,因为吊蚕这个位置的话呢,是属于那种啊,又难打,又难连,然后还不好起招啊,这样的一个怪物 但是呢,连上之后呢,他这个位置居然对吊蚕可以来一个二连,可能是吊蚕落地太快了吧 一套带走,升不升十六阶,继续打,没有十六,那交不交血数呢 看他怎么选择,血数可能是要交了,他已经调到血数了 但是呢,我看啊,他半天没升级了,起码有三关没升级了 所以说的话呢,感觉最关的,打一套的那儿似乎能升级,他这里应该是这么小 没有交血数,魏延在角落里呢,肯定会出一招跑路 稍微一下,有没有十六,没有十六,飞盘 控一下魏延,直接去打魏延,这能行吗?后面是黄盖 反丢一个飞盘,这个妹子丢道具真可爱 丢一个修剑,黄盖这里跳了,漂亮,利用七连打到了一个十六级 这一级真的是关键啊,这一级的话呢,是平,前面所有的等级呢 来的都要及时,及时与十六级 OK,咱们这里呢,继续跑,感觉这个黄盖给我钻得有点花瓶了 发一个渡标 这个妹子扔道具真可爱啊,然后再继续 诶,刚才,我好像见过小玄前催你胸口,这里怎么没的呢,变成腿王了 这里呢,就是似乎是顶着这个黄盖做这个魏延,两个龟派气功都推黄盖了 原本呢,他是想奔着这个魏延来啊,因为这个魏延这个血量已经很低了,是吧 然后这里有靠烧,再见 那么呢,黄盖这里刚好脱了一个外瓶,还是一个破招 然后再一个死一,黄盖,再见 下关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谁了 诶,这里原来没给他整死 啊,钻了 这里丢了个毒,再见 下关呢,应该是这个五谷将的其中两人了,可能有军师吧 我看到哪个,没有的,还没到的 下下关是,下关是这个许楚,应该是许楚吧 应该是强化版的许楚 哎,果然,许楚张亮,这关是固定boss 但是呢,这个强化版的许楚呢,他走的非常的慢 慢慢悠悠,他跟不上节奏 所以说的话呢,许楚他虽然厉害,但是呢,这里啊,把这个移动速度也去 有一个毒,啊,都跟踢个毒,防御张亮必杀,很漂亮的防御 然后呢,把这许楚都卡在这儿了,看到了吗 上不来了 能不能刷二连这个位置,感觉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上限 好吧,招不起来,打一个最低,没打上失误了 AB被战略房,再一个AB AB起招 四条 一个螺旋机升空 二连有了 打起来,这一下带走了 不回升级 这稍微不下分啊,就是过瘾了 哎呦,这里稍微能断续续续了 下分了 许楚这里不敢打了,许楚已经要走上来了 调一个,调一个毒吧,调一个呗 感觉一个道具就带走了 很大算的 这里居然没有道具 拍了一个AB 打起来 啊,对 许楚挑起来 想起来了 怪不得不 这里又用什么招刻招了 我没看懂啊,说实话 还是看 啊,刚才就一套4E打那些 AB起 你看这里是几招 A,调,调,调 啊,这四个调算一招 我才看明白 3,4,1,2,3,1,4 然后收一个4E 啊? 这一个前条算一招吗 收个4E,看懂了 那个一番 一番加4条是一招 啊,我才看明白哪个 那么呢 这里呢是利用这个连续的堆高连段 利用这个小道具 把这个等级呢 上到了17级 虎虎将来俩 二哥 赵瑟 赵瑟这里呢 一个白河亮池还好不疼 这个妹子爆了个PCD 来了一个龟派气功 这两个人这个在正面一顿推 二哥这里呢 是无能为力 赵瑟这里好歹还抓了个白河亮池 再来 再来一个龟派气功 这二哥推梦圈了 然后呢调了一下背面道具用不了 扔了个飞 一跌 两个都没做 扔了个毒标 哎 赵瑟 阿尼二哥呢 哎 真的不看着吗 说好的兄弟行呢 玩溜 这里的话呢 这个 子龙对妹子不太好下走 所以说的话呢 看着二哥的飞走 然后呢妹子一个修键起手 子龙要去了 子龙要去了 这里没扣着 没扣着 可能再一个修键起手 你给枪了那么高个哈 那妹子被 怎么的了赵瑟 哎 这里好了 一个打风展翅 终于找对了方向 可行的妹子躲开 那么呢 下一关 威严曹佩 然后呢在最后一关 就没了 你看啊大神这感觉打起来 挺轻松的是吧 用了个桃子 哎 好像一跑 OK 这里麻烦再继续啊 这里呢 直接就是赛座的曹佩 还在梦游的时候呢 给这个兄弟曹 曹张 一阵狂奏 然后呢 这里是对着这个小胚 再也能走 两个人都打到了角落 小土雷看一下兵 看完兵之后 有没有一个击打的机会 没有 比较可惜 哎 看他走到多气人 哎 这里是出错一招 打一个三下 哎 哎这不是金鸭盘的一个反摇角吗 这是一个圆地托马斯吗 是不是拳拳 这是打出破招了 烧一个火 两人都烧着了 然后这里是 打一个龟派气功 暴一个气 凉弓 打龟派气功 然后呢 留一个气 那不是留一个气 毫无疑问下关是可能 暴一个必死地的 意图很明显 这里的话 是谁来打谁一个套路 谁来打谁 接着自己招式的墙 跟对面硬墙 然后这里是用一个金鸭 没选择飞碟 逃拳逼杀 逼杀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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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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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防御 打倒一个之后 再揍他 压个起身 这个踢的话呢 低下A 感觉这个 攻击范围稍微远一点 再来 再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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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杀 哎呦 可别看那火力了 这里一个钻 直接呢 带走了这个 大哥 大个A 这里干嘛又打呀 左打能练死吗 拖一个外拳 金珠条上他没有啊 因为那这里是给了一个这个漏洞 OK搞定 现在的话呢 就等剩一个18级了 等剩一个18级了 太想拿金珠破招 他这里呢还要把这个连段打高啊 可惜那金珠破招没会上 还真一跑去 真可爱啊 除了一队也哪都好 OK咱们这里继续 一个飞碟起 先拿铝布 一个草草铝布 铝布呢用这个莲花 用这个莲花攻击 铝布是非常怕莲花的 你也不至于这么怕吧 这两莲花插在里面的铝布 肾都炸出 哎呦 曹操的一个这个 打到左边 刚好一个龟派起攻 这里的话 利用开场的莲花 利用这个飞碟的一个伞打 呦 这曹操好厉害啊 就不要死啊 还有雪猪没交呢 这里的话呢 没机会交雪猪 看到了吗 连续度龟派起攻 导致自己根本没机会雪猪 推倒之后 交雪猪 安静漂亮 然后飞碟起招 没飞上 有点贝 曹操的天剑 利用散步躲开了曹操的天剑 丢一个袖剑 斜脚起招 AB 翻 三招 四招 大蛇 再见了曹操 没机会 没机会 在这种大神手下 你是根本不可能逃跑的 啊 啊 出嘞 太着见了 太着见了 哎呦 这里的话 能不能一命啊 能不能一命就看着最后一鸽子了 AB 起没起到 一个远程的修剑漂亮 利用修剑的斜脚再起一套招 这一命应该是稳了 飘起来 一个大蛇直接一烧 一命带走 快升十八级了 一命满血 无伤 牛逼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就要感谢 感谢一波的咱比较的大蛇了 感谢深自远谋大神 带来一场如此精彩的演出 你看妹子自己也庆祝着了 这妹子是真可爱啊 那么好吧 咱们的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明天同学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